14号那天 花总在自个儿的微博里 发了多少长视频 里面全是各大五星级酒店员工 打扫卫生间的情况 擦镜子 洗水池 杯具 浴缸 甚至是马桶 用的全都是一块麻布 从头到尾都没用水冲一下 更别说换块麻布了 整段视频看完呢 让人浑身不舒服 这事一出 视频里被点名的 南昌喜来灯酒店 第一个挨了板子 昨天南昌红骨滩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监督科 对酒店立案调查后 确定酒店服务员 没有按照卫生标准 清洁的违法行为属实 除以喜来灯酒店2000元罚款 2000块钱罚款 对于五星级酒店来说 根本不算啥 但罚款不是目的 是啥 相信酒店应该动作